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了解一下Time元素与微格式 首先来说一下微格式 它是一种利用HTML5的class属性来对网页添加的附属信息的方法 那么附加的信息有可能是新闻发生的时间,日期,个人电话号码,企业邮箱等 微格式并不是在HTML5之后才有的 在HTML5之前它就和HTML5结合使用了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在日期和时间的机器编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编码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提议 HTML5增加了一个新的元素来无奇异的明确的对机器码时间、日期进行编码 并且让人一读,很容易认出它 这个元素就是Time元素 Time元素代表是24小时中的某一个时刻或者日期 当然它是允许待时差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打开WebStorm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Time元素 我们直接在Body当中进行写 直接填写一个Time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容器当中了 然后给它指定一个DataTime 可以为2015 1010 那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时间 后面加一个201015 1010 我们看到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下面呢可以再来多加几个 三个 然后呢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边再加一个T 后面呢给一个比如说20 然后再来复制一个 这个呢我们后面加一个Z 大写的Z 再往下 这个呢我们把Z去掉 可以加一个时间 前面加个0 我们看到这么多种格式 编码的时候呢 机器读到的呢 在这个DataTime属性当中 而元素的开始标记 与结束标记中间的部分呢 是显示在网页上的 也就是这一部分 那DataTime属性中的 日期与时间之间呢 用T来表示 那它呢属于一个间隔 分隔幅 T也代表的是Time 注意啊 这行我们会加了一个Z 那这个Z呢表示机器编码 使用的是UTC标准时间 那在下面我们看会加一个99点 那这个时间呢 是表示另一地区的一个时差 如果你是在本地编码 而且是在本地使用呢 就不需要再加这个时差了 那比如这个我们可能是9个小时 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美国呀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 只要时差你加准就OK OK 那这就是Time属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 Pupdate属性 那Pupdate属性呢 是一个可选的 布尔类型的值的属性 它可以用在 Article元素中的Time元素上 意思是Time元素代表了文章 或者整个网页的发布日期 Pupdate属性的具体使用方法呢 一会儿我们可以通过案例 来进行看一下 打开WebStorm 来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Pupdate 记住啊 它是个属性 并不是元素 OK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Article 然后在这个里边 我们创建一个Header Header呢 里面包含一个H1 比如说苹果 再来创建一个P元素 在P元素当中呢 我们随便写一个发布日期 然后在里面嵌套一个Time OK Time呢 指定一个DataTime属性 刚才说过 比如2015 10 然后在这个Time里面呢 我们随便写一个日期 2015 10 10 然后呢 给它指定一个 Pupdate VTRA 或者直接指定Pupdate也行 关于这个使用呢 我们在之前有说过 或者指定一个TRA 或者不指定 或者指定一个空的字不串 那我们这么来写 也是可以的 可能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使用Pupdate属性呢 为什么不能直接使用TAM 表示当前发布的一个日期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啊 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再来添加一个元素 依然是一个P元素 这个可能就是五会时间 然后再来一个Time 那这个五会时间 我们一眼指定一个DATE TIME 为2015 1012 然后后面指一个2015 1012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在这里面有两个Time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Time 来指出它是一个发布时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第一个Time中 加上一个Pupdate 用它来表示当前具体的发布时间 那这个就是Pupdate的一个使用 OK 那我们这几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